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后要变成他这样的人 那得看你本事有多大了 所以你到底是谁 你就是桑伯 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一定会把你传清楚的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 在他的字典里 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八年你上哪儿去了 孩子 我不会冤枉任何个好人 好人坏人一念之长 为他取得他们的亲人 向我开脚了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 都要相信你 我爱的是你的现在 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谁是病人直系清熟 我是 病人情况怎么样 病人失血过多 血枯的AB型血储备已耗尽 需要AB型血的家属来献血 我是AB型血 我来我来 我是AB型血 我是AB型血 我来我来 我来你 我来喝这里 我来喝一下 你的咖啡 Conor 你还要喝吗 你可以喝点就好 我来喝点就好 我来喝一点 你喝酒 我来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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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的铃铛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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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幸运 你的血输得也很及时 他得救了 你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叔叔 外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呢 要不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没事吧 不 建国同志 感谢你啊 不愧是我们当过兵的人 局长 别这么说 引开他 谢谢 小白 你伤没事吧 报告局长 没问题 好 局长 毒贩托尼因为伤之不治 在一个小时前死亡了 小山 好久不见 你来了 我过来是想跟你说 我要出国了 来跟大家道个别 这么突然 对啊 志成集团的业务拓展到了海外 我要全程跟进 等光哥和容嬷嬷他们平安地回来之后 你帮我跟他们说一声 干嘛这么伤感 我又不是去了就不回来了 不要太想我啊 出门在外 照顾好你自己 我会的 没结 没结 你和Lisa什么关系 认识我的人都叫我没结 老师交代你的问题 Lisa是我的领导 她负责外购 我负责内销 其实 我不是金币辉煌的老板 真正的幕后老板是Lisa 但是她长期居住在国外 所以这边呢 都由我来管理 这次她好像替国出了点事情 所以她要回国避避风头 第二呢就是希望 能够跟Tony有一个交易 也希望通过这笔交易 她能够拓展和彻底打开中国市场 那你们和这个Tony合作多久了 Tony是Lisa的前男友 我以前没见过她 这次才见到她 他们俩认识多久 那我就不清楚了 那除了这个Tony之外 Lisa的毒员还有哪些 Lisa反正一直负责供货 别的我也不清楚 而且这种事情警官 都是单线联系的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桑博的毒贩 桑博 这个名字我听说过 但我不认识 你告诉我你听说过关于她的什么 Lisa呢 跟Tony 两个人有一次谈到 桑博呢 想彻底地占领整个东南亚市场 所以在一次海上公开的交易聚会上 她就把警方给叫来了 只有Tony和桑博 两个人逃脱了 其他毒枭全都被抓走了 后来说桑博好像躲到了中国 好像就藏身在江北 这个我只是听说 那这个Tony和这个桑博 他们是什么关系 我怎么知道他们什么关系 你问我的问题我都没法回答 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你这么一说我刚才倒想起了一个画面 刘晓光在勒着Tony的脖子的时候 Tony好像拼命在喊一个人的名字 应该就是桑博吧 确定 你们不是有录像吗 你调出来看看就可以了 还问我干吗 调不调录像是我们的事 你只需要回答你自己的问题 我就知道这些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侯四海的 侯四海我当人熟了 她跟我一样啊 都是LISA的下线 而且LISA也是通过Tiger公司 给她提供货物的 侯四海是不是在死前 来过精密辉煌 她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警方在通缉她 所以她就跑到金碧辉煌来找我求救 还在金碧辉煌住了两晚上 头不知道怎么搞的 第三天她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侯四海住进金碧辉煌后 第三天就死了 你怎么解释 警官天地良心啊 侯四海的死跟我没关系 我不会奔到这个程度吧 客人还住在我的店里 而且我没有杀害她的动机啊 对了 LISA倒跟我说 她怀疑啊 侯四海可能是被桑伯给干掉的 侯四海可能跟桑伯认识 以侯四海的个性 她不会只满足于LISA一个人给她提供货源的 她一定想打开自己的货源通道 所以当桑伯知道侯四海被你们警方通缉的时候 桑伯为了保护自己 会不会就杀人灭口 只是LISA的分析啊 我只是 传个话 那侯四海跟桑伯是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侯四海 侯四海都死了 李丸不就出国吗 你至于这么愁眉苦脸了吧 以前不觉得怎么着 他这么一走 我这心里头还真挺不识滋味的 被晓帅你行不行啊 你要真喜欢人家 你就大胆跟人家表白 孩子老吹自己是什么恋爱专家 现在到李丸这儿 你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经验都不管用了吧 傻了吧 那是肯定的 你能不能别再瞎操心我的事了 想想你自个儿吧 我怎么了 你跟温小雪的事怎么样了 我跟小雪没戏 你别想了 怎么就没戏了 跟我说说 她压根就不喜欢我这个类型呢 你知道吗 她前几天就不让我送她回家 这两天也不联系我 可能是没戏了 我跟你说胖子 这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你自己的不自信 男人追女孩子就得自信一点 你们俩呢 这细水长流我觉得是够了 现在就差最后的致命一击 要温柔的 啥意思 你跟她表白啊 得让她明白你的心意 女孩子嘛总是被动地等待着你的 你啊 这样 择日不是壮日的就今天 你去跟温小雪表白 我不行 你没表白过我不会 什么事都有第一次嘛 你想想你要是成功了 你们俩一对 光哥回来得多高兴啊 给她一惊喜 试一试吗 怎么试 阿瑟 来 w a wa 是 i indicators difference 手 p 试一试啊 阿三 不是 雪晏 我 喜欢你很久了 做我女朋友 好吗 行 你看 这不就成了吗 祝你一切训误 欢迎你 我 要是不想说 我们也不强求 但是有一点你要明白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行 不收拾吧 待着吧 你等等 我说不说都是一个死吗 说不说有区别吗 那不一样 别说你长得还挺精神的 这么着吧 我今天就陪你聊聊天 你想问什么 我告诉你 坐 从事毒品交易多少年了 从二零一零年开始 你跟托尼什么关系 钱男友啊 也是我声音上的伙伴 这么说 我说 侯四海的货 都是从你那儿拿的 这侯四海嘛 我是给他提供了一点货 只是一点 大部分的货 我还都放在了金碧辉煌 眉睫呢 除了梅杰和侯四海 你还有其他下线吗 你还有其他下线吗 没有了 那你的毒源从哪里来 你长得真精神 但是脑筋不太合适 当然是全世界各地了 这还用问我吗 老实点 你认不认识桑伯 桑伯这么神秘的大毒枭 我怎么可能认识呢 但是有一个人认识 你想不想知道 别冷着个脸呀 你跟我说你想不想知道 说 聊天聊天 怎么聊着聊着生气了呀 你别生气 给我笑一个 我告诉你她是谁 笑一个吗 别给我细皮了点 我就喜欢你生气的样子 你别生气了 我告诉你 这个人你们都认识 托尼 你们都该认识吧 托尼跟桑伯可熟了 托尼告诉我啊 桑伯现在人就在江北 你们现在该去审托尼呀 没准儿 托尼能帮你们把桑伯从江北 给找出来 大帅哥 那你就立功了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说 除了那个什么菲菲 刘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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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你们的人吧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我 我只是很好奇 托尼 这个人常年混机在梯国 他怎么会认识刘晓光呢 你什么意思 并没什么意思 在大巴车上 刘晓光太阳镜掉下来的时候 我听到托尼自赤问他 为什么会在那 这银行禁定吗 新宿 这银行禁定了 这银行禁定了 小军 小军 楚力哥 好 下班了啊 我有话想 我没话想 赶紧说 说 说 小雪 你让我先说吧 行吧 我 我实在怕我一一会儿紧张地说不出来了 我 那个 小雪 我喜欢你很久了 真的 我想让你做我女朋友 可以吗 我喜欢你 没事 没事 你 你不愿意 没关系 我 我 我也习惯了 也是 你说我 我这样 你怎么会看上我这种粗人 不是这样的 卓丽哥 完全不是你的问题 全都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其实你每次来接我下班 送我回家 我都特别感动 真的 只是我暂时真的没有办法和你在一起 对不起 我们以后也不要再见面了 我也没关系 我所需要陪着 牛肉 叔叔 你整个晚上都没有吃东西 我去买点东西给你吃 别 别 别麻烦了 没事 哥哥 蓉蓉 蓉蓉 你醒啦 爸爸在这 爸爸在这 不爱乐才挂那 认识光呢 他去买点吃的 马上就回来 他是不是死了 什么 他是不是死了 没有 没有孩子 那他怎么没在这儿 你听见了吗 这就是你进手术室的时候 他把这铃铛放在你手上的 爸爸不会骗你 爸爸 让他赶紧回来 别说话 别说话 闭上眼睛 别说话 孩子 妈 好啊 小刘 小刘 容容醒了 醒了 你不知道什么呀 我还晕晓了呢 怎么会死呢 我在这里 不错 醒了 他刚醒 行 我马上回来 去哪儿 老板 有 我 他们用回来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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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的 您放心吧 你是不是一晚上 都没怎么休息啊 我没事的 大姨赶快休息 你先别说这么多话了 休息一下啊 乖 好好睡一会儿 很轻点啊你 你对我一波大仇恨啊 好嘞 来什么来啊 你这回来以后 就开始不停地打我 一句话也不肯说 你是想打死我 你倒是跟我说说 怎么样了 温小姐怎么说 没同意呗 怎么说 怎么说 没同意呗 怎么说 没收我花 也没有接受我表白 说 说感谢我 这段日子对她这么照顾 但是 我们俩不合适 但是 我们俩不合适 还说 不是我的问题 是她自己的问题 孙岚 你说我 在这方面是不是 特别是失败 失败什么 一个大老爷们 谁不经历这些东西 再说了 温小姐不是说了吗 不是你的问题 是她自己的问题 这算是没有彻底地拒绝你 以后还有机会 你说啊 温小姐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 她要是想拒绝你 她随便找个理由不就完了吗 她为什么要这么说 说不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帅 没事 没事 没事啊 我知道你 你想安慰我 但是 我自己清楚了 我这德行我确实配不上人家 你说什么傻话的 你说你现在就什么都不容易下 你现在就是要洗个澡 让自己冷静冷静 然后吃点好吃 是吗 这是 ällen 瘋咧 聊聊 an 聊兴 局长 有事情向您汇报 今天晚上 韩靖和小赵审问Lisa和梅杰 Lisa和梅杰从托尼那里得知 桑伯现在就藏匿在江北 桑伯在江北 对 并且Lisa推测 侯四海的死很有可能 和桑伯有关 据查 在那次公海击步中 逃脱的只有桑伯和托尼 所以托尼说桑伯在江北 这极有可能是真的 而且Lisa还提出另外一个疑点 和你认识刘子光 巨大师 你看看视频 所谓的感觉 就是这个事 当时的专家 都要求变专家 就有点疑心 那你觉得是怎么 尽管的 你这个事 也要查得到 我一看 的打也不疑心 包括这句话的意思 刘子光和托尼是认识的 丽莎也很疑问 为什么托尼会朝刘子光开枪 另外 梅杰还提出来一个疑点 就是托尼在被击毙之前 刘子光用手扣着她的时候 她似乎听到托尼喊了一声丧博 由于当时没听清楚 她只是凭嘴型判断 而且当时现场也没有监控录像 所以这个疑点不能下定了 就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 托尼和刘子光之间的关系 真是疑点重重 这件事啊 先不要声张 不能让公公知道 刘子光和托尼的关系 是 托尼为什么会喊桑博 丧博 丧博是不是真的在江北 以及侯四海 是不是被丧博杀的 这几个疑点 仔细调查 一定查清楚 是 你好 温小雪 还记得我吧 我是贝小帅 好久不见 我当然记得 小雪哥 你好 这么晚找你出来 你应该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都是我不好 给我一个拒绝卓丽的理由 我对卓丽哥 是有好感的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她不够好 因为她没钱 还是因为她 长得没有其他人帅 当然不是都不是 算了 我说了吧 其实是因为我家里 情况特别复杂 我爸欠了好多的债 我妈有卧病在床 如果要是我 跟卓丽哥在一起的话 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成为 她的负担 可是我不想拖累她 能明白吗 所以我才必须得拒绝她 是因为这个 那这样吧 你想一办法啊 你呢以后就到 滴滴道道来上班 你觉得怎么样 我找你不是因为任何事情啊 这完全不是因为卓丽 跟卓丽没关系 是因为滴滴道道 最近的生意很好 所以呢 我们也要招新的员工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你呢跟其他员工都是一样的 要是你敢犯什么错误的话 我肯定饶不了你 对 那好吧 谢谢啊 谢什么 赶紧回去吧 好 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嗯 拜拜 拜拜 你当时是怎么想起来 把我写的那个牌子给拿回来的呀 你失踪之后 我又去了游乐场一次 当时我在想 如果这辈子 都找不到你的花 我起码拥有一些东西能纪念你 然后后面每一个晚上 我都盯着那个牌子 研究它的意思 我想我知道它的意思了 说了 婷婷 这个世界上 你喜欢三件事情 日出 日落 还有我 等我出院之后 我们再去一次游乐场吧 我们再去一次游乐场吧 那个小牌子 本来就属于那个地方 它只有在那儿 才能保佑我们 好 睡下吧 你要睡 你先睡 你先睡 你刚才去找温小雪了 她跟你说啥了 她跟我是这么说的 说她没有不喜欢你 反而对你还挺有好感的 只是因为她家里实在是困难 她怕跟你在一起以后连累到你 她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真的假的 真的 还真这么说 真的 不是 你找什么呀 我卡呢 我银行卡的 你给她钱她会要吗 她是一个多么要强的女孩子 你给她钱就得于说是羞辱她 你明白吗 不是 不是 那那那那你 你帮我想有办法咱 咱们怎么帮她出个主意快点 我都已经把你想完了 我跟她说呢 我让她来弟弟到那儿上班 我们可以偷偷地给她双倍的工资 这样呢 让她自食其力 她自己心里也会舒服一些 最重要的是啊 是跟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机会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在这里 啊 怎么了 我梦见了投你 他和我在打斗 他已经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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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光 打破结局 任谁都无法阻止太阳的生气 我就是光 花开四季 任谁都无法阻止我万丈 我就是光 花开四季 我就是光这人 我是光墙人 心言语